父亲并是钱哭着问我 而为什么你媳妇要给别人生孩子 为什么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沉默 最终父亲抑郁离世 叮铃铃 柳如烟刚洗完早紧穿着一层薄纱睡裙 站在浴室门口晃着小铃铛喊道召唤小狗 这是她一贯玩弄命令我的方式 家中每个房间都有一个 美其名曰情趣 以前我只想尽力做个体贴的丈夫 所以听之认之会屁颠屁颠而过去 把柳如烟抱到床上再给她准备好面影 但今天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厌恶的转头看向柳如烟说道别玩了 接着我直接甩出一份离婚协议 差不多行了有什么好吃醋的 柳如烟撇都没撇一眼抬手又晃晃铃铛 逼腾成那方面不太行 就想要个孩子才找我做试管婴儿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帮帮忙怎么了 又没睡在一起干嘛这样小气 之前你给我买了一双巴黎世家丝袜吗 不是一直想要我穿吗 今晚我好好补偿你快抱我去床上吧 她嘴角微微仰起压根没当回事 以前这么一句敷衍的解释随意的暧昧举动 我就会给她一个台阶下 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但我也是有底线的 那件名为懦弱的外套我不想再穿了 我也不想再当狗了 我嫌脏我冷淡地说道 光是想着柳如烟以后要 沾上一腾成的东西 给一腾成生孩子 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鬼知道背地里柳如烟和一腾成玩得有多话 你什么意思柳如烟瞪大了美眸 在原地挣了好几秒才继续说道 我懂了你是不是怕你爸生气 所以才这么反对 明天我去和她聊聊 纵然到了这一步我甩出离婚协议 柳如烟仍旧没有搞清重点 以为我能妥协答应 看来我家平时太宠着她了 所以她敢有恃无恐地冲破底线 我爸已经病逝了你去哪聊 我摔了一个杯子冷冷的 柳如烟猛了猛震惊地望着我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一无所知你在骗我 我怒急返校红着眼眶大吼的 我会拿独自一人心心扑扑 将我拉扯长大的父亲开玩笑吗 我爸亲眼看着你和一腾城 牵手走进试管婴儿登记室 气得血压上升病情加重 最终不知身亡 柳如烟翰俏脸上也第一次闪过慌乱之色 她是第一次见我发那么大的疼 对不起纪博答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那天你们也在那家医院 本想着最近几天给你爸买点礼物 好好谈一谈 柳如烟与气微谋中闪过极谋心虚之色 她道歉了我却气得心脚痛 分开抱我们的感情到头了 原来柳如烟只是后悔出现在同一家医院 而不是认为自己有错 我转头那一刻却被柳如烟从身后抱住 今晚我给你讲故事 好不好别生气了 一腾城帮我那么多我只是想回报她 她声音很柔曾经在我看来 好似春风拂过脸颊心动不已 如今才明白或许那是温柔的陷阱是一种祸 所以你就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给一腾城的重挪地方 你怎么知道我流产了 柳如烟吃了一惊 一腾城说的 我冷哼一声继续道 既然你想帮一腾城 那不如送佛送到西 帮人帮到底跟她结婚算了 说完我挣脱柳如烟的环抱走进侧窝 把门关上心隐隐作痛 回首往西既失望又难过 我和柳如烟相识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 天空飘着与她背着大提起 又拽着行李箱还拎着一个书包 我好心去帮了忙 雨打湿了她的发丝粘在脸颊上 却掩盖不住她的容颜 只一笑好似天都情了 我承认那一刻我心动了 但我也没有要她的联系方式 直到在歌唱社团碰见相识一笑 好想能加个微信吗 她主动开口 我轻轻点头静红了脸庞 她说我很有意思和别的男生不太一样 后来她负责社团活动每次都叫我帮忙 因为想在她面前表现一下 所以我每次都竭尽全力完成 给社团拉赞助我一天没吃没喝 跑了三十多家公司还被保安揍了一顿 给社团选表演拍摄场地 我顶着高温等待十几个小时 近乎脱水终于见到了剧院副个人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 虽然我暗恋柳如烟 但她是笑话 追求者甚多其中不乏富二代 我自卑从不敢表入心里 直到大二她向我表白 我欣喜若狂地答应了 也在那时我才知道柳如烟 不仅是笑话哥哥还是首富 之前找我帮忙都是考验 她默默观察我一年觉得我挺好 毕业见家长时 她哥冷冷说我不配 逼我千分手协议 要把我赶去非洲永不得回国 我不愿意被揍得头破血流 她坚定地将我雇主 以死相逼与我结了婚 我以为遇到了爱情 我以为能和柳如烟白头偕老 但最终时间冲淡了柳如烟对我的热情 柳如烟除了使唤我之外 对我越来越不耐管 特别是在伊藤城出现之后 她满眼满心都是伊藤城围着伊藤城转 哪怕暴雨天伊藤城一句话 也能把她快逃 平时提到伊藤城就笑得何不容易 我嗅到了热恋的酸臭味 我与她沟通过多次 她总是一好朋友 互相帮助唯由糖素敷衍过去 她依旧我行我素 甚至流掉我们的海 给伊藤城的孩子疼敌我 气得我父亲病情加重血压飙升 我只要一闭眼耳边就想起 父亲临终前难难重复的话 而为什么你媳妇要给别人生孩子 为什么呢 我长门心自问为什么柳如烟变了 我曾经尽力挽回破碎的爱 但回应我的是一刀又一刀 杀死了我的爱意 杀死了我的热情 也杀死了我世上唯一的情人 我整颗心如坠冰觉彻底冷了 近些日子我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虽然每晚很疲惫眼皮打架 但胡思乱想睡不着 所以我吃了一片退黑素这才入睡 等到第二天我感觉胸口闷闷的 一睁眼就看见柳如烟 穿着情绪内衣趴在我身上 正歪着头扑扇的大眼睛 换做以前我早就春心荡漾 毕竟柳如烟已经很久没这样主动过 但此刻我只感到忍心 所以我一把推开柳如烟 冷淡地问道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吗 柳如烟猝起眉头生气道 你还要我怎样非要闹个没完事吗 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我我也很累了 不就是给伊藤诚生个孩子吗 又不影响我们的婚姻 也不用我们抚养 听听这话他说的多么轻巧多么随意 丝毫不管我的感受 我的女人凭什么给别人生孩子 难道我还不够包容你吗 伊藤诚在你家备受宠爱 你哥让我给他端茶倒水 明着跟我说你本来应该跟伊藤诚在一起的 那时候你帮我说过一句话吗 你对伊藤诚是随叫随到 对我是爱搭不理 他什么都好我哪怕呼吸都是错的 你气死了我父亲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怎么有脸让我理解你 是不是我一直忍着 你就以为我好欺负 以为我的尊严不值钱以为我很贱 我彻底怒了与无伦次的反驳 柳如烟又一次猛了 现在我要跟你离婚 不是正符合你们的心意吗 大家各自安好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你太不可理喻 柳如烟咬咬牙转身就走 他仍旧没有签离婚协议换身衣服冲了 他生气了可他有什么资格生气呢 他凭什么背着我替别人生孩子呢 明明是他追的我却又率先变了性 我索性到法院起诉离婚 然后去了父亲的住处 虽然父亲独自一人把我拉扯长大 我很想照顾父亲 但结婚时 柳如烟哥哥明确要求父亲不得跟我们住在一起 父亲一直遵守承诺 为此我常感觉对不起父亲 可父亲满不在乎还说 只要我和柳如烟把日子过好 他就高兴 当初我说柳如烟怀孕了父亲别嘴之下 特意找人定制一把金的平安子 可惜平安成了奢望留下的都是遗憾 我在父亲的住处待着 直到第七天柳如烟才给我打电话 也该冷静下来了吧 今晚九点公司要办宴会庆祝市值过十亿 你作为我的老公监助理也该来参加 记得带一份礼物给我哥 他语气平稳仿佛一切都翻篇了 好啊我一定准时到场 大理事吗 我手中这份起诉受理通知书算不算 晚九点我一进公司 就看到伊藤城赠给柳如烟的哥哥柳阳送贺礼 周围所有人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 伊藤城你太客气了 柳阳笑着拍拍伊藤城的胳膊 呼一声其余人纷纷赞叹 柳阳嘴角笑意更浓 又拍拍伊藤城的肩膀说道有心了 柳如烟看向伊藤城的目光 充满了赞赏与暧昧 投其所好我也会 但效果远不如伊藤城 压根不受柳阳待见 也不会得到柳如烟的赞赏 其实我早该明白自己和他们 不是一路人不在同一个世界 就像当初我和父亲到柳家提亲时 柳阳连门都不让我们进 伊藤城转头看见了我 嘴角立刻勾起一抹王位狐 呼一高声道 纪伯达你终于来了 大家等你很久了 不知你给柳哥带了什么礼物 瞬间所有人视线 齐刷刷定格在我身上 谁都知道我不受柳家待见 都想看我的笑话 柳阳微微眯起眼睛 竟是一屁股坐了下来 翘起二郎腿摇晃着红酒杯 他宛如皇帝等的卑贱的舞剧情案 柳如烟昂起下巴 也是一副高傲的姿态 似乎以为我最终害神 像以前选择了妥协退让 我这份礼物你们一定会喜欢 从前的我微微诺诺低声下起 如今的我昂首挺胸 缓缓抖到柳阳面前 必去精心准备的礼盒 哼花里胡哨柳阳不屑一横 暴力的撕开礼盒 随之一张起诉离婚的寿礼 音质单滑落 在场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气氛瞬间静默 哪怕掉落一根针都听得到响声 怎么样喜欢吗 我看向柳家兄妹冷笑着问道 小子给你脸是否 柳阳怒气冲冲的摔碎酒杯瞪着我 继续说到我妹妹那么优秀 和你结婚是你三生有幸 你不知感恩居然提离婚是几个意思 当众侮辱我柳家吗 若是眼神能杀人 恐怕我已经被柳阳难逼 刀子还凌厉的眼神剁成肉末 柳如烟也皱起眉头冷冷看着我 指责到纪伯达今天是公司庆祝的日子 你非要扫兴是吗 这件事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 你故意在外给我难堪 他气得胸脯起起伏伏 那是你给我戴绿帽子 我钻紧拳头打掉我们的孩子 去和伊藤城做试管婴儿 你问问在场所有男人谁能接受 我的声音很大周围所有人都沉默 也许是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也可能是我今天反差太大 所以他们被震惊了 毕竟以前我都是唯唯懦懦 在公司和调狗没区别 任由柳家兄妹忽来喝曲 谁见我都可以踩一下我的尾巴 气泊打你你你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拿到外面说 柳如烟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晕过去 有羊额头冒出三道黑线 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强硬 直接把这种丑事当众捅出来 所以他有些气急淡坏 咬牙切齿地对我说道 你一个潘高知的货色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 我妹妹不是你想娶就娶想离就离的 立刻去法院撤诉 否则你就从公司滚出去 从今往后甭想在这片地界生活 又是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我早平凡了 什么破工作老子早受够了 就是死这个婚也必须离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 无所顾忌掏出员工牌扔在了地上 啪哒一声震耳欲聋 柳如烟都快气疯了嘴唇都有些发白 好似下一秒就要晕过去 一腾成急忙伸手搀扶住柳如烟 冲我叫嚣到能当柳家女婿 和如烟结婚是你祖坟冒清烟 就算要离婚也是如烟体 你凭什么叽叽喳喳 快给如烟道歉跪下求着他签协议 才符合你的身份地位 言语间满是嘲讽奚落 我神色一冷毫不犹豫地上前 抬手就给了一腾成一巴掌 他清脆响声回荡在整个大厅 所有人又为之一惊 一腾成瞪大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 万万没想到我会动手 似乎还以为我是那个被吓唬几句 就会认怂的软弹 其实我想揍一腾成很久了 别看一腾成平时已男闺蜜的身份 跟柳如烟自居背地里处处挑衅我 有次故意嘲讽我说你在柳如烟眼里 就是一条被玩腻了的狗 随时随地都能踹开 我向柳如烟反应过数次 但柳如烟始终不信我只认为我在吃醋 故意挑拨离箭胡乱嚼舌根 而今我总算不用忍了 继伯达你怎么打人 怎么变成了这种样子 以前温柔如雅的你去哪了 有什么事回家说不行吗 不能坐下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吗 柳如烟关心地看眼一腾成 然后冲我连连置物 仿佛我犯了天条 一腾成趁此机会故意捂着脸 委屈喊到如烟我头疼 感觉脑袋要炸了 柳如烟可心疼坏了满眼尽是担忧 接着又数落我赶紧给一腾成道歉 我只是冷笑却一动不动 性计的当年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爱不了如烟一辈子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如烟嫁给你 柳如烟愤愤愤着我典型的帮亲不帮你 哪怕柳如烟杀人放我 在他看来都是情有可原都是别人的错 无论对错柳如烟都是受害者 对爱不忠的是你妹妹 你怎么好意思指责我挺会到达一趴呀 不愧是兄妹我反驳道 从前为爱披上懦弱的外衣 自断力爪和疗牙 而今也该捡起失去的尊严了 柳如烟都气炸了你和你爸一样 都是野蛮的香巴佬 还没等他说完我上去就是一拳 陈生到这一拳是替我爸打的 从始至终柳如烟都瞧不起我爸 结婚那天柳如烟故意刁难 逼我爸下跪这才要柳如烟过门 我爸为了我选择了忍耐 多年后我才只有这么一件事 愤怒的质问柳如烟和柳如烟 只是轻飘飘一句 他自愿地与我何干 柳如烟非但不帮我说话 还嫌我翻旧账斤斤计较 所以刚刚我给了柳如烟一拳 心里特别解气 疯了呀你居然连我哥都打 柳如烟震惊地朝我大吼 是的我疯了被你们逼疯了 我同样大吼眼中不由地涌现泪光 因为我又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一幕幕 但凡柳如烟愿意与我沟通 但凡柳如烟懂得止步 我都不会被逼到这种地步 柳如烟猛然震住呆呆地望着我 嘴巴微微张着却没有发出声音 但那双眸子终于闪过一丝愧疚之色 好似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性情大便 来人抓住纪伯达 柳杨爬起来后近乎陷入了疯狂 眼神特别吓人周围员工无不害怕 保安们听得命令一个个灵气电轨 从四面八方将我包围 有种今天你打死我我看着柳杨说道 动手柳杨怒气上头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想挽回丢掉的面子 虽然我平时会锻炼在双拳南地四手 打不过这么多保安 而且他们还有电脑 所以我很快就被摁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我的鼻子和嘴巴往外 但我一点也不慌反而别走笑 经过今晚我就不信柳家的 名誉还能像以前那么好 柳杨阴沉着脸走到我面前 抬起脚响狠狠的态度 放开他快放开他 但柳如烟急匆匆跑到我身边 把那些保安都推开 然后绑到我面前 让开柳杨周眉到 哥差不多醒了 柳如烟明秉纯道 他或许以为我会感激他 但我只觉得可笑 为什么我被打的时候不来阻拦 非要这时候跑过来 明显是耍了小心思 想要我明白他的重要性 对他感恩戴德 如烟你何必为他求情 一腾成看向柳如烟说道 反正他是个配不上你的烂人 既然你愿意和我做试管英文 那不如我们结婚 原先我是空口无品 在场众人还心自迷虑 现在一腾成这么一说便做事了 引得众人窃窃私语 就连柳如烟和柳杨脸色 都很难看明显被嫁住了 如烟我喜欢你很久了 嫁给我好吗 一腾成又进一步 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戒指 走到柳如烟面前 然后单膝跪地 柳如烟心事一愣 旋即坚定摇头道不行 我只是答应帮你生孩子 但现在就算这件事 我也要重新考虑 全场一片安静 一腾成瞬间尬住 旋即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简直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他就像一个沉默的小丑 既不打我不想跟你离婚 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柳如烟转头看着我 相较先前的语气软了许多 真是好笑从前对我的控诉 选择漠视用冷包力处理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柳如烟却又挽留我 坚定地选择了我 是终于念起了我的好骂 对于我那颗彻底死了的心而言 都不重要 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聊的 撂下一句话 我拖着疼痛的身子扭头离开 你有伤我送你 不必 柳如烟拽了一下我胳膊 但被我甩开 给脸不要脸 兴记得今天踏出这个门 你要考虑好后果 柳阳冷冷威胁道 我不与李慧全当没听见 我去医院包扎完伤口 刚走出大门 就被一个身穿制服套裙子 带着几分清冷气质的女人拦住 季先生今晚以小伯大自损八百 伤敌一千的手段可真是精彩 女人玩耳一笑美眸中 满是欣赏之色 你找我有事我淡淡问道 眼前这女人名叫苏又威 是一位新晋企业家 深受柳阳喜欢 只可惜柳阳追求了半年 苏又威也没答应做她女友 以柳阳小肚鸡肠的性格 定然不会放过你 我倒是可以提供病 苏又威笑笑道 为什么帮我很疑惑 虽然我和苏又威接触过一段时间 但交情没那么深 也就帮她做了个策划案 夺得一笔海外订单 如果我说仅仅因为欣赏你 你信吗苏又威笑容欲深 那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索性把话跑 天上掉馅饼的事我可不行 第一帮我再做一个企划案 第二入职我的公司 担任总经理年薪理来定 如果你同意今晚就可以签合 苏又威也不绕弯子脚云一步 我沉思几秒才点头答应 原本我打算回老家的 但如此一来 要放弃现在的一切 而且谁知道柳阳会发什么疯 倒不如跟着苏又威安全 当然我也有一丝丝报复的心理 毕竟柳阳那么喜欢苏又威 以后知道苏又威把我藏了起来 会是什么表情会不会欺诈 只是我没想到苏又威 直接把我带到了她家里 晾衣台上挂着她的黑丝和内衣 看得我脸一红 苏又威倒是满不在乎 麻溜的把侧卧收拾出来 对我说 以后你就住这拳当自己家别客气 说完她就去厨房了 很快端出四菜一趟 我确实没想到清冷的苏又威 在家倒向的贤妻良母还会做饭 要知道柳如烟属于食指不沾阳春水 甭说下厨做饭连袜子都是我帮忙洗 吃完饭我扫了一下新闻 今晚的事情果真上了热搜 柳氏集团生育一落千丈股价也下跌了一些 当然这只是开始因为我知道 柳家身边有一颗定时炸弹 那是巨大的隐患足以摧毁整个柳氏集团 网友们则是轻一色的谩骂 天哪没想到柳如烟私底下那么会玩 也太不尊重家庭了吧 哪有结了婚 给别人生孩子的呀 真是个渣女既要又要 柳阳也是黑白不分的奇葩 亏我以前觉得她帅呢 看到这些评论我很满意 睡觉之前柳如烟给我打来电话 魏纪博打你在哪 为什么不回家我们非得离婚吗 他语气焦急连问道 今晚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了伊藤诚 难道态度还不够明显吗 我心里爱的是你 柳如烟说道 可你还是想给伊藤诚生孩子 如今表明态度已经晚了 更何况即便到这种地步 柳如烟对于我最在意的点 仍旧没想明白 我不跟他做试管婴儿了行不行 你别闹了再这么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柳如烟叹了口气 我觉得挺好说完我挂断电话 并把柳如烟和柳阳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删除 退出公司的群 同时要律师代为出庭打离婚官司 第二天苏又烟告诉我 柳阳和柳如烟满世界找我 甚至下达了挖地三尺 也要把我揪出来的命了 然而几天下来柳阳一无所谓 他连我老家都去了 愣是没想到派人到苏又烟这瞧瞧 在此期间我也没想到 按照约定给苏又烟写了一份企划案 又帮助他拿下一笔大订单 当晚我们开了平红酒庆子 别人想当金龟去都没机会 你却主动放弃我觉得你很有骨气 苏又烟饶有意味地打量着我说道 人生暂时我只想活得有尊严 我笑了笑爱情是美好的可一旦选错了 那便是迈入坟墓 苏又烟微微点头 而且你在柳氏集团 只做一个小助理确实去采了 他们不重视你是他们的损失 好在有苏总赏识 我举起杯与苏又烟一碰 也许我和苏又烟是一类人 都想活得有骨气一点 只不过他比我更闲 明白了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 酒喝到一半苏又烟接了一个电话 随着表情微便转头对我说道 一腾成被刺了柳家 我不由得挑挑眉 并非惊讶于一腾成的行为 而是没想到这天来得那么快 接着苏又烟跟我说了经过 一腾成仗着跟柳家关系好 最开始从柳家那份一杯羹 后来逐渐掌握柳家许多重要合作商的资料 今年又是这些合作商重新签约的年份 所以一腾成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打得柳家措手不及 柳洋都开新闻发布会破口大骂了 结果适得其反 一腾成反手举报柳洋偷税漏税 走私商品彻底让柳家陷入绝境 有关部门逮捕了柳洋 整个柳氏集团摇摇欲坠 光靠柳如烟压根撑不住 仅仅几小时旗下产业的基本盘 就被瓜分了三分之一 其实我早就提醒过柳洋 要小心一腾成被刺 结果被柳洋轰出办公室通报批评 柳如烟也不帮我说句话 反而嫌我有病 如今也是他们活该 我对此没有半分怜悯 同时由于柳氏集团倒了 柳家没有律师团队 跟我打官司拖延时间 所以法院判决我和柳如烟离婚 不过协议书需要双方本人到场签署 时隔一个多月 我和柳如烟终于又见面了 他相较之前精神状况都很差 脸色惨白像是生了病 眼球中也满是血丝 既拨打他有气无力的了我一声 谋中呼地迸发出一丝光彩 千字把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柳如烟头摇得好似波浪 求你了能不能不离婚 我和一腾成那个王八蛋 已经彻底断绝往来 我不会给他生孩子 求你跟我好好行吗 他拽着我的衣服 第一次用了啃球的语气 还带着一次哭腔 结婚这些年原本我都是那个被弃 又第三下四啃球 最后又主动认错的角色 而柳如烟心情好了就撒娇哄哄我 给我一个台阶下 心情不好就对我冷暴力 所以面对柳如烟的啃球 我都懒得回话低头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不要你别浅 柳如烟情绪崩溃的大喊一声 随之整个人绝望的贪坐在地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说放下就能放下吗 求你再包容我一次好吗 以前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是我对你忽冷忽热 也是我越见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他哭得离花带雨引起了许多人围观 看吧明明你知道自己错在哪 但偏偏不肯承认也不可能 爱是相互的也经不起玩弄 我都能为你一次次放下自资 可你以前连跟我沟通都不愿意 只会拿着铃铛晃来晃去 对我指挥来指挥去 然后继续跟一腾成暧昧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道 离开绝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失望攒够的心被伤透了 才会那么决绝 我错了我错了求你原谅我 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对你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柳如烟死死抓着我的裤腿 哭得撕心裂肺连鼻涕都流出来了 哪里还有半分女神的形象 够了不要胡搅满缠 我声音冷了下来 技博打我离不开你真的 这些日子我过得特别煎熬 以前回家有你给我做饭包装 在公司里你会帮我分担许多业务 我现在才明白你工作能力那么强 如果你不帮我公司真要垮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柳如烟仍在不停地哭求 周边的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劝 但柳如烟压根不听 一点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好似我不答应他就赖着不走 我皱起眉头很是犯的 特别想给柳如烟一个大嘴巴 但怕影响不好 把别人心伤透了又开始后悔晚 柳如烟猛然一阵颤抖着问道歉 你们是什么关系 情侣苏又烟说完点起脚轻了我一口 我有些猛余光一瞥 只瞧见苏又烟脸颊泛起了红霞 给她的清冷气质中 增添了几亩别样风气 柳如烟待了足足一分多钟 神色迅速暗淡下去 颤颤巍巍地爬起来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最后转身默默地离去 半月后柳如烟坠楼身亡的消息上新闻 警方公布了案情经过 柳如烟在半夜把一腾成约了出来 一腾成这个色配以为柳如烟回心转 没有任何警惕地跟柳如烟喝酒 结果被灌得烂醉如泥不显人事 柳如烟趁此机会 把一腾成从楼顶扔了下去 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天台边大喊 我是一个不懂珍惜的蠢伙 我真该死 我为什么要贪心为什么故作自害 为什么打掉自己的孩子 还想着给一个混蛋伤害 为什么不信自己的老公 哪怕只相信一点点 我都不会失去他失去一切 我真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你们 警方请的专家无论怎么与之沟通都没有 最终柳如烟坠楼身亡 我和苏又威在一起了 共同努力把公司做到盛世之后 苏又威主动退出管理层 把公司大权交给我 她开始侧重于家庭 我上班前她会准备好早餐和衣服 我下班回来她会抱抱我 奖励我一个亲戚 虽然都是细微的小动作 但我感到很温馨很幸福 而我除了重要会议之外 会留出足够的时间陪苏又威 基本每晚都回家并带一只玫瑰 因为我知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爱情很美好的 婚姻也并非坟墓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选对人